天氣轉冷有些人眼睛紅 都會揉揉眼睛 結果沒想到這個習慣動作 竟然讓高雄一位陳小姐 差點失明 可能都說你眼睛怎樣 會不會感染 對 所以我就想說 讓它快點好 所以就一直揉它 一開始眼睛周圍出現血絲 到後來出現血塊 越揉越紅 甚至有刺痛感 陳小姐這時候 才意識到不太對勁 一開始是還好 是後來一直揉一直揉 揉到後來才腫起來 對 還滿腫的 視力部分就覺得 怎麼看東西都無名的 以為是戴隱形眼鏡 眼睛有點發炎 揉兩下把血塊揉散 結果沒想到視力越來越模糊 到了眼科才知道 原來是天氣影響 氣溫下降 熱障冷縮 眼睛周圍的微血管破裂 睫膜下出血 造成眼球出現血塊 血塊跑到了眼球後面 患者不但揉眼睛 血塊擠壓到視神經 視力瞬間從0.8掉到0.4 沒有及時治療 很可能會看不見 可是他求好形成 而且他就去揉眼睛 結果造成眼睛附近血腫 甚至血塊跑到眼睛的 更後面去 也壓迫到視神經 如果在前面的話 他會造成腹視 壓到後面的視神經 差一點點 所以他視力只剩下0.4 如果完全壓上去 就會造成失明的現象 一般來說氣溫漬降 出現眼球血腫的症狀 只要不理他 兩個禮拜左右就會消退 瘋狂揉眼睛只會讓症狀越來越嚴重 反而弄巧成拙 TVBS新聞林一邦林嘉義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